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朋友与财富 一个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 有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朋友决定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时 我也十分怀疑 但是后来的一次经历 使我体会到了这个论断的真正含义 几年前 我参加了一个主题为 创造财富的论坛 在讨论会上 一个发言人在演说过程中 向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 请大家拿出一页纸 然后在纸上写下 和你相处时间最多的六个人 也可以说是与你关系最亲密的六个朋友 记下他们每个人的月收入 然后 算出这六个人月收入的总和 最后算出他们月收入的平均数 这个平均值便能反映出你个人月收入的多少 后来 我认识到了这个游戏的本质意义 那就是交际的力量 集结交朋友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老话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美国也有句谚语 和傻瓜生活 整天吃吃喝喝 和智者生活 时时勤于思考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告诉我们则有的重要性 朋友的影响力非常大 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在这里 我并不想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朋友 我想强调的是 如果你想在人生和事业上取得成功 必须小心谨慎地结交朋友 如果你最亲密的朋友是公司的高级主管 那么你们在一起时所谈论的主要内容 一定是关于如何管理和经营的 如果你最亲密的朋友是公司的职员 那么你们在一起时谈论的主要话题 一定是关于如何工作的 如果你最亲密的朋友是房地产商 那么你们谈论的话题 一定会是关于房地产的 如果你下一次和朋友一起聊天 请记下你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到时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如果你想展翅高飞 那么请你多和雄鹰为伍 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如果你紧紧和小鸡成天混在一起 那么你就不大可能高飞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